纪录片如常真实呈现 台东慈禧志工访视团队的足迹 看见了贫困的无奈 也看见了人性的毅力 影片中志工一路呵护了小女孩 如今是台大高材生 也特地来参加适应会 哽咽说不出话来 在板桥园区适应会上坐无虚席 同样身为慈禧人 能够懂得主角的用心和毅力 也激励了自己要做得更好 无名来的时候 那你就会那个静 你要怎么去转 更需要用爱来陪伴我的暗家 因为我又是这么静 成为一个慈禧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伸出更多双手 去帮助更多人 对观众来说 真诚的关怀 面对生命的坦然 也都能有共鸣 我们很了不起 因为这样子 为了他们父母去行动 我们真的生活很幸福 慈禧人真的是用生命 在陪伴生命 看似一如平常 却能够如此出动人心 也见证台东最美的风光 大安新闻之下 美之宫台北综合报道